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申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藤司令官 我认为你的力量不疑 我只是想着想着想着 我安心 我带到溫州国 往哪里带到我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我只想着脱位 我要求点赞 取募力 我一次要站到几千万象国 我怎么得了 朱本他是一位里斯基组 在最后一人 所以你不必须心情 也不必须心情 松本 我希望你再会遇到 我和夫人 我和夫人都在我身上手上 你不想 加藤 你準備了一部隊嗎 小泉教授 我全都安心 我都安心 那是秘密的 當然 如果這樣的話 真的謝謝 各位 失礼 這四個日本專家裡邊 那個松本哪 是領頭的 這個人脾氣暴躁 而且那個專橫把握 那家藤啊 他都不放在眼裡 更別說那其他三個人家了 不過這個人有一個喜好 他喜歡收藏刀 我還特地啊 讓手下收買了兩把子 準備獻給他的 啥子收買 我看是搶的 沒有沒有 花錢了 花錢了 我以為小全是領頭的 原來這個松本 才是帶頭的 那也好 最後在啥呢 再其次就是 士田 這個人 我見過他一兩回 陰陽怪氣的 他可沒有松本那麼直 不好對付 不過這個師田有一個愛好 他喜歡做菜 但凡有什麼名菜好菜啊 他都千方百計的得要學會 你學會呢 他就把厨子给人杀了 你说这是什么毛病 来了时间不长 县城里的厨师啊 让他杀了四五个了 现在啊 花钱那么人上门 他必须派兵往外绑 吴连长 你可不知道 现在要想在县城里 找个过得去的馆子 那可太不容易了 厨师都跑了 我常去那个 那个寻江楼的老板 那可太惨了 厨师都不干了吧 那生意是一落千丈 没用的 少啰嗦 接着说 还有一个叫公泽的 这人哪 人胖 嘴馋 那嘴里啊 一刻也不闲着 整天笑呵呵的 看着吧 是最好说话的一个 但是杀起人来啊 一点都不熟 绝对是个小妙 他跟师田的关系特别好 一个做菜 一个吃 那句话怎么形容的 狼 狼 老田大哥 狼和谁关系好 被子 对对对 狼笔为奸 那小全呢 是什么呀 这个小全吧 真不太好说 整天阴沉的脸 跟谁呢 还都挺有礼貌 不是点头呢 就是鞠躬 可谁也猜不透 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总之吧 这四个日本专家里啊 没一个好人 都他妈是坏蛋 这四个日本专家里 你下战术要杀他们 那可是卫民出海啊 您这可是民族英雄啊 程可怜 你说的这些 对我们杀他没有任何帮助啊 你是不是藏了丝啊 没 没 没 冯田长 这个 我这个大队长啊 说难听了 那就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日本人哪 根本不拿我当人看 你说我能知道多少啊 程可怜 我已经把话放出去了 我要是杀不了鬼子 那 我就杀罕奸 不 不 不 副连长 你刚才可是答应不杀我的 你 你这样的英雄人物 你可不能出耳翻耳啊 我说了吗 别 我说 陈大队长 我这喜玩儿说嘞 要你的命啊 吴迪京二 他说我得咋了 管是谁 我就给你来个例数 老邸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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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了 门大队长 跟王叔 小泉要跑 仔细说 别唠了什么 赶紧说 好 我说 这个小泉知道 副连长要杀他之后啊 就跟这个家庭提出 要回哈尔滨 这个家庭说服不了他 就 就只能说派兵护送他走了 什么时候早 家庭派了多少兵护送 走什么路上 明天一早就走 家庭派了两个班的兵护送他 出了城直奔火车站 咋问一句说一句嘞 接着说嘞 家庭同意小泉撤走的另一个原因呢 就是要踏击你副连长的士气 他说只要小泉安全地离开 你副连长的第一步计划 就彻底破产了 这样呢 其他的三个专家就可以 在这儿安心地工作下去了 家庭的算盘 打得还挺精明 可他万万没想到 你居然把这么重要的情报 已经泄露给我们了 别 别 副连长 你可千万不能跟黄军 说我这个事 不 不 不 日本鬼子 日本鬼子 你要是好好配合 咱们一切都好说 如果你搞什么鬼的话 我就派人告诉家庭 之前我们八路军 获得的那些情报 全都是你提供的 甚至 你背着鬼子走私军火 也是卖给我们八路军的 你看看到时候 家庭会怎么对你 哎呀 副连长 你 那 那军火是你们自己抢的 你说说 是吧 你们八路军穷的叮当响的 哪有钱买军火呀 那可是我记得 你是卖给我们的呀 你要不要看看 他是信你还是信我呀 行行行 副连长 我配合你 你有什么要求 我一定全力配合 全力配合 西娃啊 这么说 你打算收复陈克林了 那你这么说 可对不起福大江兄弟 陈克林这个人靠不住 虽然现在捏着她的把柄 可不知道什么时候 她就会反咬一口 你放心 这个铁杆汉奸 迟早要收拾 老魏啥子不现在干掉她呀 现在干掉她 鬼子就会再服上一个治安对长 没有任何的意义 况且 留着这个草包 我们以后还可以多多利用她 明白了 刘多谈恋 继续为日本人做事 以后啊 她心里得有三分纪役在咱 小秀明天一大早就要走了 我得好好看看 哪儿才是刺杀她的最佳地点 而且鬼子 一共有两班的人 咱们一定要好好地布置行动计划 这四个所谓的专家 手上都沾满了教导员和老百姓的血 我一定让他们血债血还 一个都不留 还有啥子好选的吗 这一路上 啥鬼子专家的地方 没得比这虎口锅更活势的呢 媳婉啊 女长官的事 爹追不住你呀 你说得对 要不是我引浪入室 要不是我好大喜功 女长官也不费事 这件事情啊 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 压得我的心头 吃不下 睡不好 我就想啊 一定要做一件大事情 给你 给八路军 争口气 开会 嗯 四哥 到 把你田大叔叫来 我们一起开会 是 明天一早 小泉就会在鬼子的护送下 回哈尔滨去了 如果让他成功地离开 我们下的挑战书 就成了一纸空文 来 连长 陈大叔不在 连长 陈大叔不在 上哪儿去了 媳婉儿啊 谁说上阵父子兵 可我是你的老汉儿啊 只要咱们两个在一起 我就要冲到最前头 这次 就让你老汉儿一个人去吧 杀了鬼子的专家 给你 给八路军 给中国人 立威 这些太有了 老子的部下也勾不到啊 加藤司令官 又能够见到满洲国 再次见到满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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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请你 当然 当然 我带来 必须上部报告 加藤司令官 职务 尽量 再次 本部から指示を得られるよう 取り計らいたしますから それでは小泉教授 また では失礼いたします 次回は就去 この教授を開設する この教授を開設する を整理に入れる とても大切に入れる 就这儿了 这儿最适合打伏击 都听我说啊 一会儿 等鬼子进了我们的埋伏圈以后 我负责突进 进去离此杀小泉 铁标大楼 是 你们两个的任务 是 提供火力压石和铁标大楼 就对付护总他的鬼子 一旦我被包围 或者是击伤 带领大家迅速撤退 不准救援 听见没有 连长 我去突进 别废话 追星灭了 去埋好地雷 两边收服 去吧 是 是 席哥留后面 到 你们有战斗经验 留下来和席哥一起 到后面埋伏起来 设置陷阱 负责掩护大家撤退 是 我也要参加刺杀行动 当初来之前是谁答应我的 一切行动服从命令 这刚第一个命令 就不服从了 我告诉你 你要在这儿的话 我把你从小分队开除啊 我服从命令就是了吗 你不要开除我 去吧 走吧 完毕 巨型 减价 对 百花 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准备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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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行道 准备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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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行 准备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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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 准备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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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行道